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 今天呢我跟周哥六哥 我们仨人呢要新开办一个栏目 叫什么呢 胡同三人行 我记得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特别希望啊周哥六哥成为我的老师 不敢 为什么 铁钢是老师 人都叫你老师 咱们呢就是呢 平底平坐的三个朋友 好 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档节目呢 给这个大家呢带来我们老百姓喜欢的 这个接地气的栏目 是吧 特别是这个周哥合作很长时间了 这是我的老大哥 我的六哥更明说了 我们犹如亲兄弟一样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栏目一定给大家带来 特别精彩 特别好玩 特别好看的 这么一档栏目 希望大家喜欢 说得好 说得好 这个三字啊 其实呢是一个很好的一词语 六哥说一说 这三还有什么 三足鼎立 哎 没错 哎 三足鼎立 正好咱们三足鼎立 周哥呢 周哥那个铁钢是大哥 哎 我的岁数虽然大呢 但是铁钢是老师 六哥呢 咱们迁徙点说呢 六哥是二十 二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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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哥 二十兄 二十兄这 这谁吗 谁啊 猪八戒吗 这东西没有这么一说 咱就是聊天 就是调侃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咱们那个节目正式开始 好吧 今天咱们第一期呢 我想啊 谈谈现在这个老年人 或者说中年人 这个找后老伴人 我觉得呢 目前呢 这个话题呢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六哥 看看这方面有什么 对 这个就是 受回面啊 现在啊 真是也是一个 非常让人关注的问题 真是 尤其是这个呢 我觉得呢 嗯 这个 中国有 比较有发言权 是吧 嗯 不是 咱们都在 生在这个 现在这社会上呢 嗯 这个事情呢 以前也做过这节目 嗯 就是这个 老年人呢 岁数大了呢 无论是老头老太太 失去另一方 对 都会呢 再想找一个 老头想找个 这个老太太 对 老太太想找个老头 嗯 但是因为现在呢 就这个生活 就是这个生活 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 嗯 就是财产 哦 这个事 因为咱 是 周边的人啊 咱也看的也挺多的了 是 确实是 就是找了后老伴以后 哦 财产 哎 因为这个呢 很多年就都纠缠不清 这些事 是 是吧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一方面啊 从人家就说 这个生理需求也好 是心理需求也好 精神需求也好啊 对 呃 我觉得呢 这个不能单一而论这个事 我有一个朋友 嗯 今年是 六十多了 也是六十多岁了 哦 也是一个人 老伴也是走了 走了以后呢 有一回呢 我们俩聊天 嗯 我们俩聊天就说起一件事 就说他有一天啊 晚上 他发烧 哦 发烧浑身疼 浑身没劲 发烧发的挺高 他就身 就体会到了 因为他跟我说这句话 至今 我想说这话也好几年了 你知道吗 他就说至今 为什么我忘不了 他说的这句话 什么也没人 他说你说 连给我倒杯水的人 是 都没有 哦 他说我 他说那天 我感觉的特别深 嗯 哪个身边 有个人 有个人口倒杯水呢 嗯 是吧 因为咱们这就是 到这个年龄呢 孩子 都是 单出去过了 老伴有的 又走了 没事 就成自己一人了 对 确实 你要说从孤独 内心的孤独 嗯 啊 精神上也没有人给喂你 是吧 同话说嘛 家里没有个女人呢 嗯 可以说呢 就不是 就不像家 这个周哥是什么 刚才六哥说这些 这现在社会上 这些事情都很多 嗯 可是呢 就是说是因为这个 台场是第一的 嗯 因为这个岁数呢 就是 六七十岁 嗯 都是啥 都是现在就是 独生子女 是 一个闺女 或者一个儿子 嗯 他们面临的就是呢 嗯 儿子 姑娘呢 要独养下一辈 嗯 就是孩子都在上学员了 是 这个姥姥姥爷啊 爷爷奶呢 找了一个 他们呢 本心呢 也愿意这自己的父母好 嗯 谁不愿自己的父母幸福 可是呢 就是在这个 不多的这财产 你找了一个 就是 亲爹找了一个后妈 嗯 这后妈必然要 这个儿女们 必然要想 她要去 分割这个财产 事先说好了 其实这要没事 这个事先说好了 不是那么回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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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感觉的说的是 这个很轻松的 除非这个儿女们 对这个 亲爹或者亲妈 嗯 不孝敬 所以说 这亲爹亲妈的一般呢 去找一个后老婆 鼓掌欢迎 说热烈欢迎的 说自己的 就是这个 亲爹找后妈的 没有 没有 关键的 还是在这经济上 我的感觉啊 就说就让 这个失去一方的人呢 找一后老婆 省着子女去照顾了 嗯 要让子女 会牵着很大的经历 嗯 尤其是现在 年轻不说啊 都稍微再岁了大以后 你想想 基本都是一个 逐身 所以呢 我认为应该是 哎 鼓励 对 你说到这儿了 嗯 这个 我这现成还真有一例子 我又特别好的 也是 也是一大哥 嗯 也是 后来他是离婚的 啊 离婚后边就是 就找了一个 又找了一个合了伙啊 嗯 这合了伙还是我给介绍的 哦 就是 他处理这个问题 六哥是能人 真的 真是 真的 真是我 你听我给你讲 这 热心人 是 是 因为是我一好哥们嘛 是吧 他一人我看着也也挺别扭 是 他平时也做买卖 整天也不着家 嗯 你知道吧 哎呦 有时候你看这孤零零一儿的 嗯 有时候确实也 咱心里也不是资料 你知道吧 嗯 嗯 我就给介绍一个 介绍一个呢 至今啊 嗯 有 五六年了吧 嗯 相处 相处得非常好 前日子还上我这儿来了 嗯 就 他有一儿子啊 嗯 他是一儿子 哎 就做得特别好 嗯 我就得 就感谢我 他说什么 首先给他解决了一块心灵 这是年轻人 说你看我父亲 啊 有一个人照顾 哎 嗯 他觉得他特别踏实 真是 而且我这 我们这哥们呢 把他 他的财产啊 嗯 处理的也非常好 这很关键 他他处理的非常好 很关键 哎 他就跟他儿子的就这么说 嗯 当着他这个 这个老伴 嗯 就这么说 说我要是先没了 这个房子 让你这样 后妈 就是阿姨 叫什么 住下去 哦 不能收回 不能 嗯 光说 还不行 有字句 咱还这 毕竟的有一个在法律方面 咱们写出一个字句 对 结果呢 你听我说这事啊 恰恰不 就说这事就也就也巧了 嗯 他们俩结婚三年以后 这个我们这哥们得病 呦 你知道吗 哦 就非常严重的疾病 前两天他上我们家来 嗯 还跟我说这事 我问我的兄弟 他说兄弟 你说 嗯 如果要没有你给我介绍这个 我活不到今天 哦 他这个病已经三年了 他这病也三年了 幸亏旁边有一个大手术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次呢 嗯 我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哎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鲜活的理由 所以 就在我身边 是 嗯 所以说呢 如果把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呢处理好 嗯 咱说在作为咱老百姓啊 就是一个是财产 因为关系到有可能是双方的儿女 对 是吧 这个方面 是 哪不从这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把这个事儿 就是哪不咱自己写个东西啊 做个公正啊 把这个身后事儿咱处理好了 我觉得也不是问题 我觉得人都应该是相互的去帮 这个周哥您对刚才六哥说的这个事儿怎么理解 六哥这事儿办的不错 嗯 知道吧 姻缘这事儿啊 就是老年人 嗯 到了这个 就是有一个就是后老伴走了 嗯 也是要就是 在成家 在这个 在一起过日子 嗯 这都没问题 当然这里确确实实 南方北方 有很多事情 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是 是 说让儿女们拍手称快的 说让自己的这个亲爹 这个这个这个后妈的去去找 这没有一个心理乐意的 没有 对 但是呢 说社会上就没有了 有 有的就是呢 双方的子女 都想了特别的 就是把这事情想通了 对 这个做这个 父母的呢 也把这个事情呢 就是呢 都看大 对 这样呢 就是呢 和和其气的 嗯 没问题 嗯 这个事情就是说 是在这个老年呢 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 是 就是去自己去怎么做 怎么想 嗯 自己就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 嗯 没有什么好说的 好 那个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 就到此暂时结束了啊 希望大家喜欢关注我们 胡同三人行 这个栏目 下一期呢 我们会有更精彩 更好玩的节目 说给大家 好 我们仨打着招呼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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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